尽管柬埔寨曾在1月份调整最低薪金制 但以国际水平而言 目前的薪资和福利远远不足以保障劳工阶级 适逢五一劳动节 柬埔寨就有数百名蓝领阶级的员工走上街头 举办大游行 希望政府重视他们的薪资福利和工作保障 一起透过镜头聆听他们的诉求和心声 在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权益的时代 数百名柬埔寨工人趁着劳动节 聚集在首都金边来场劳动节大游行 他们高举横符合国旗高喊口号 希望政府正视全国劳工的权益 得到员工该有的基本福利 参与这场游行的大多来自制衣业和建筑业的蓝领阶级工人 职业安全是一种权利 设定最低心精致 工人的权益也是一种权益 以及消除工人歧视 充分表达他们的心声 争取更优良的工作条件和薪资 人都应该是一种权益的工作条件 根据柬埔寨政府官网 制衣业工人在今年的1月1号 最低薪资为每个月200美元 折合马币大约892令吉 不过面对水涨船高的物价 当地员工和社运分子依然向中央喊话 再次调整这些工人的薪资保障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